欢迎回到《巫女花扇》里 一个演绎日本传奇的频道 上一节我们说到 吉田松英为了示意残忌一致疑 在佩里第二次来到日本的时候 悄悄地潜上了黑船 想要跟他一起偷渡到美国 那么日本和美国此时已经名义上是邦交国了 佩里自然不可能收留这么一个毫无背景的民间偷渡客 最后赶他走了 不过事后 佩里在航海日志中写了一句 日本人是拥有向强者学习的强烈热情的民族 作为最重要的仿日仙区之一 他的这句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影响了日本人在全世界的民族形象 吉田松英被赶下船之后就去自首 作为武士阶级 这件事没有要了他的命 不过他和金子二人 最终还是被关进了江湖的牢房里 没多久 幕府又把二人遣送回长洲藩 由地方继续处理 这次的重罪 藩里没有办法再耍小聪明帮他开脱了 他们被关进了一个叫哈迪的监狱 金子年少 最终无法承受监狱生活 死在了里面 当时的地方牢房可不像现在这么人性化 就是在山上挖个洞 然后用木门拦住 蚊虫脏气非常严重 即使是从小习武的武士 关进去没多久就病死 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但是吉田松英 即使在监狱里依然有特权 毕竟是长洲藩的先狱 他上头有人了 他在里面想看什么书都可以 而且可以给育友开堂授课 他在这里的主张 常常被认为是后来形成日本人极端思想的源头 他向犯人们讲述自成之心的重要性 强调即使如此落后的日本 依然有机会扭转乾坤 其中有一个名言 人心不正则静不能至江河 忠不能欲外辱 远不能服事宜 并且他此时的很多观点 直到今天依然是日本 国民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比如他向犯人们主张 所谓学问并非获得知识 而是边学边思考 以至于磨练人性 那么吉田松英在这里表现出了 他强大的教育天赋 那也确实是 如果没有一定的天赋 他也不能11岁一堂课 就把毛利近亲的好感多拉门 他给每个犯人总结优缺点 以此作为授课的基础 然后让互补的犯人 互相给对方教授自己所学的东西 当然他不可能光在里面讲大道理 那样的课是没有人听的 即使是犯人 要让人家来听你的课 总是要有好处的嘛 就算不能出去之后提高生产力 至少也得拿出去装个逼对吧 他主要教授的还是儒家学说 主要侧重于荀子 孟子以及王阳明的制作 这些都是妥妥可以拿出去装逼的 因为当时日本水户学的势力极大 而水户学说白了就是明末逃亡到日本的大名官员 在日本讲授的辱学 而且他自己也在牢里读了很多新书 显然坐牢这件事对他而言 又能提升自我 又能实现自我价值 而那满足感是妥妥的 他显然没有那么排斥坐牢了 没多久他就坐了五次牢 在牢里读了六百多册书 那么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在于教育 出狱之后他就找到了御墓 继承了已经荒废多年的松下春俗 开始开班授课 这期间他也确实大大发挥了自己的教育天赋 他的学生中出了两个日本首相 七个日本大臣 四十多个影响日本历史的木墨重要人物 其中连中国人都知道名字 我感觉有伊藤博文 三线友棚 高山静坐 九板玄瑞 板田银石 这个没有 他在松下春俗的教育方式进一步开放 相比于监狱里 让学生互相教学 他在这里把形式改成了无标准讨论 要求教学相长 甚至连高山静坐这种极端领义标新的人 对别人评价时也说 极田老师应该更自重一些 1858年 德川奇昭和松平春月等人 在将军纪事之争中失利 伊侨派再无力左右幕府决策 锦衣子弟和安部权盛 彻底掌握了政局 随即发动安政大狱 正式与美国、英国、俄国、法国、荷兰五国开放通商 并且大量清算反对开国的政治人物 此事件发生得非常突然 不仅孝明天皇事先毫不知情 甚至是否有幕府将军德川家定 或者其继承人德川家帽的参与 至今都搞不清楚 极田松英文训路不可遏 认为这是一次严重的卖国条约 加上孝明天皇也表示对安政大狱很不满 主张尊王阳吉的极田松英 由此开始主张尊王导陆 他找上长州藩一个军队驻地 对对方说 把我的武器给我 我要去暗杀安部权胜 守军听完他这么一说 表示我这事儿不得了 得跳一个最好的武器 跟我一起去武器库走一趟吧 于是极田松英就被关了起来 不过此时对锦衣直闭不满的人很多 这件事也没有判他死刑 继续坐牢 加上他的学生已成气候 多番运作之下没关多久他就放出来了 出狱之后他又来到江户 安政大狱的末期正是江户藏木皆兵的时候 他作为外地人自然每次运上了刑警 都是要被盘查 当被问及你从长州藩来江户干嘛时 他说我此行专为推翻幕府 废除卖国条约而来 于是又被抓了 不过锦衣直闭知道他的案件之后 认为导木思想虽然危险 不过这么憨批应该传不了事 至少和安政大狱应该是无关的 就当一死口舌之快吧 犯了 本来事情已经就这么定了 但是他在脑里给玉尤讲 他要暗杀安部权胜的详细计划 而且要求传话给锦衣直闭说 哎你杀我呀 那锦衣直闭表示你这种要求 我从来没听过 那按安政大狱相关人物的待遇 给个死刑吧 吉田松英也就成为了 最后一个死于安政大狱的人 吉田松英的自我评价是狂和鱼 疯狂的狂 愚蠢的鱼 不过现在日本一般只给评价一个狂 毕竟站在现在未来的视角 入末各种龙虎麒都是他教出来的 再说他傻就不太合适了 狂这个牌子还是拿不下来的 要注意的是 这不是对他的刻意美化 虽然在中文里面狂这个字 在一些语境下有褒译 不过日语里这是一个纯粹的贬义词 Qui 准确的翻译应该是风 而且语气强度要比风更高 在日本一般对他评价时都说 是一个过了疯狂一生的伟大教育家 要我说的话 还是吉田松英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比较准确 很多事情不是一个疯狂就能解释的 确实得加上一个语 但是一个知道自己狂愚的人 依然做了这些事是否真的狂愚呢 不过纠结这种问题就陷入了历史维新主义的怪圈 没有意思了 也许只是因为当时的时代背景虽然乱 但是还没有乱到需要像 顾虚六君子那样以死进行世人的程度 而吉田松英本人对于学习西方的态度 也并没有比同时代的其他人先进多少 他也仅仅是停留在 失谊长进和质疑的这么一个过程 而且在当时 日本求变的声音本来就很大 各个有利的地方方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着改革 受此影响 一个有识之士即使在政治上失利了 他的思想依然能得到很好的传播 事实上吉田松英本人的经历也说明了这一点 而且关于他的主张 他的开国和主权的思想 其实与当时御商家一些有利人物的思想非常接近 而在民间海国图治已经高度传播 而他的尊王掌尼的思想 其实也已经几乎是日本民间的共识 关于他对解放思想半开知识壁垒的主张 其实当时的景仪家和松平家都在积极的增加 面向非贵族的官办学校数量 而异性的前夜家和池田家更是走到不知道快到哪里去了 甚至关于导墓的思想 德川奇招也曾经暗示过别人 有些事作为水户家的家族不能做 但是地方的墙山是可以做的 在这样的环境下 他求使以传播自己的思想 我觉得更多的是感动了自己和在情感上打动他人 实际的作用可能还不如多交两年书 你们觉得呢 这里是巫女花善女一个演绎日本传奇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